有沒有可能是特定的外部勢力 在中國大陸內部進行反串 我相信中國大陸政府自己有自己的敏感度 他們也應該會深入的去了解 那麼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就對台灣來講 不分黨派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是避免戰爭 我覺得其實從幾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層面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大概在網路平台上都有一定的聲量 那麼當然我們也有經營我們的網路的一些平台管道 所以我們就不分黨派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識 就是網路上的酸民是何其多啊 就是坦白講 這個各位在平常的你們的臉書 你們的IG或者是在YouTube頻道上 也會看到很多各式各樣非常不理性的這個酸民的謾罵 這些人躲在鍵盤後面 坦白講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究竟真的是支持你的還是他是反對你的 我相信這是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媒體人 大家都會共同面臨的一個狀況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就像剛才保潔提到的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在過去這段起點 其實中國大陸的網友 那麼對於台灣的敵意是日益的在升高 這當然牽涉到了兩岸之間在過去這幾年 幾乎是屬於一個零互動的狀態 也牽動到了中美爭霸的這個局勢越來越明顯 那麼台灣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被迫要選邊站 那麼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嚴重的惡性循環 就從民進黨執政以後 兩岸關係開始走入低點 然後接下來中美關係開始對撞 那麼中美關係對撞之後 當然又會造成了中國大陸內部的這種民族主義的升起 那麼這些問題其實是我們要高度警戒 要高度注意的 我覺得比較擔憂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就算兩岸政府在怎麼樣的克制自己 因為兩岸政府知道紅線在哪裡 知道戰爭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可是如果兩岸之間的網友沒有辦法 各自克制 各自冷靜 到時候會發生網友對撞的狀況 各位知道就是其實 中國大陸現在就算它目前的這個政治體制 跟台灣極度的不同 它並不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 但是當中國大陸的網友 真的形成了某種意志跟民意的時候 對中國大陸的政府也有一定的壓迫能力 那麼這對兩岸未來的變數 會投入很大的一個影響 但第三個層面我也當然不可否認 就是說我們也可能要考慮另外一個可能性的存在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這些 這些雞蛋裡挑骨頭的中國大陸的網友 是在被特定勢力在做反串的 因為我看了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的小S之外 蔡依林包含阿妹的製作人陳振川 是在這同一波裡頭同時被出征的 同時被出征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們的出征的理由 都很古怪 就比如說小S只是講了國手這兩個字 國手這兩個字有什麼好被出征的 我們今天在座的 不要說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我們藍營的人就算在中國大陸的這個節目發言 我們也是講國手啊 誰要出征我們 國家選出外的選手 那我不叫他國手 我要叫他什麼東西啊 那叫國選 過去長久以來 就這樣的一個語詞 國手在中國大陸的內部很少會被出征的 那更不要講蔡依林了 跟陳振川了 他們被出征的理由 我根本就覺得是那種莫須有的 就是為出征而出征 挑一個理由 然後把你拉起來砍一頓 那麼我會認為說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想前幾個禮拜 我們台灣的PTT才發生了反串的事件 就你後來會發現說原來在網路上 他可能是有反串的人在扮演各種的角色 在帶風向 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對台灣的這個藝人 進行全面出征 藉著奧運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特定的外部勢力 在中國大陸內部進行反串 我相信中國大陸政府自己有自己的敏感度 他們也應該會深入的去了解 那麼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 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就對台灣來講 不分黨派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是避免戰爭 要如何避免戰爭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目的 保住中華民國 避免兩岸衝突 我覺得這是不分任何政黨 你將來要執政 你就要有這樣的一個道德 也要有這樣的一個使命感 那麼目前的確兩岸之間的狀況 是極度的嚴峻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大陸的網友 能夠這個明確的了解到實際的狀況 也能夠這個加以自治 那麼甚至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網友 不要因為一些特定莫名其妙的訊息 就開始全面跟風 當然我也期待中國大陸的這些廠商 不需要因為這樣的一些小事情 而斷掉了我們台灣的這些藝人 應該有的發展跟機會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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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THIS Matthew